NBA分享 沃尔、John Wall和比尔、Bradley Bell不断在公开场合强调乌施是东区最强球队 今天赛前受访时依旧是自信爆表 然而今天在主场面对骑士踢馆却遭到重疾 詹姆斯、Liburn James独栏57分的狂暴表现之下 乌施最终在主场以122比130落败 面子完全荡然无存 我觉得我们就是最棒球队 比尔在赛前于The Jump的节目上说到 我当然不会坐在这 然后说其他球队比我们强 我对自己和队友都有自信 我知道我们可以带给球队什么 也知道我们可以一起完成什么样的成就 沃尔则是再次提到了上季季后赛的事 他认为骑士认定他们会是称霸东区的最大阻碍 因此尽可能的在东区决赛前避开屋时 他知道我们的本事 提到上季的情况 很可能有的人会说有 也可能没这件事 但我觉得他们不想在季后赛遇到我们 他们可能会在第二轮就碰到我们 我认为他们是想在最后冬区决赛才与我们碰头 只是我们只差一胜就可以挺进冬区冠军赛 沃尸双枪在场外的言论相当霸气 但今天的比赛终究是败在骑士手下 这场被视为季后再前哨战的比赛 骑士在詹姆斯全程57分的轰炸之下击败乌施成功止住四连败的窘境 比尔赛后坦言 他认为自己的发言或许多少点燃了詹姆斯的斗志 他今天打出了一场精彩的比赛 我们对于他今晚的表现至上敬意 比尔虽然赞美詹姆斯的统治力 人不忘再度向骑士撒战铁 希望之后我们还会再碰头 而且会是在七场的系列赛队上 比尔和沃尔先后都曾在受访表示 骑士上级季后赛就是因为害怕跟巫师对决而刻意避开 但詹姆斯对这样的言论并不以为然 他说我对这件事没有任何评论 我现在忙得不可开交 骑士教头泰隆鲁 Tirolu则是在这场比赛后用讽刺的 与一条侃巫师双枪 对啊 他们是对的 他们是东区最棒的球队 比尔全场19投12中拿到 36分 沃尔则是手感欠佳 13次出手 只进4球拿到13分 另传出15次助攻 他在比赛中扭伤左肩 经过X光检测位阴性 周一的比赛是否会上场 还是位之数